各位編迷你們好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瑞士牌子 ORUS 出名的復古潛水錶 就是 Diver 65 我也有介紹過 其實不單是瑞士有 65 代表 其實東洋都有 65 代表 因為 Seiko 在 1965 年推出第一款潛水錶 之後 2020 年或之後也有復刻過這款潛水錶 之前介紹的版本是 200 米防水 以及 70 小時動力儲備 2024 年原來就是 Seiko 的牌子 100 周年紀念 所以有出了 3 隻微調的 Seiko 1965 版本 這款還是特別版本 45 標徑 13mm 厚 以及 46mm 標耳去標耳 現在轉單頓旋轉外圈 你看到有灰色 還有金色的指針數字 份外高貴 而且很特別的 如果大家看清楚 錄時位置寫著 Automatic 3 Days 現在的機身是 6R55 是 3 天鏈的 但想清楚上一代是 70 小時 3 日鏈即是 72 小時 我幫大家計算數 所以正益求證 現在多了 2 小時 所以才可以在錶面加 3 Days 如果不是 不可以加的 還有現在我正在調整這個時間 時間有停秒功能 日力槍上一代在 3 時位置 這次是 4 時位置 中間 以及底色都是配合錶面 所以更加隱藏 我喜歡 還有就是它現在的錶是 300 米防水 又上鎖錶觀 上一代是 200 米 這個改變也挺大 但是最特別的就是它竟然是低色 40mm 標竟上一代是 0.5 還有這一款又薄了一點 即是低色了 小一點 精緻了 但是防水性能多 100 米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這款Prospex的手錶沒有做透底 一貫去平時的設計 寫著 Special Edition 特別版 沒有限量版 總之就是 100 週年 SEICO這個牌子 出現 100 週年的特別版 Lumibright 夜光當然有 因為三時位置沒有了日力槍 所以夜光更加出 在三時位置 你看到 指針小時刻度 還有單向旋轉外圈的圓點 也有夜光 帶上了 7 吋的手錶 老實說真的很喜歡這支錶 潛水錶得來 又不會太大隻 還有真的很有貴氣 真的很喜歡這支手錶 當然它有其他款式 稍後也給大家看一看 剛才也說了這支和上代不同 兩支都拍了給大家看 上一代感覺上真的大一點 還有日力槍的位置不同 當然沒有寫 3 日 因為 70 小時動力儲備 看起來是精緻了 尤其是這支 100 週年的特別版 它還送多一條植物帶 大家不要小看它 原來這支帶是用傳統的日本工藝去做的 它的工藝跟做和服的系腰帶一模一樣 所以訓我有紀念價值 還有一個 Logo Prospects Logo在這裡 拍攝給大家看看 所以有鋼帶 亦加多一條傳統日本工藝所做的植物帶 你說是否可以 還有一個牌子 也寫著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Seiko Brand SEIKO在表面出現100週年 記錄給大家看看 機芯是 6R55 3日年的機芯 還有其他顏色 有藍面藍圈 以及黑面黑圈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哪一隻 也不用問 一禮就拿那隻來講 還是特別版 現在的錶一字排開 大家都看到定價 左手邊的兩隻 黑面和藍面 就是9800多港元定價 至於這隻100週年特別版 就是剛剛過10800多港元定價 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去到佐登與畫國貨的榮記錶項 記得看過這個頻道 大家都懂得做的 明白我說甚麼吧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像SEIKO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這次對我來說很大推動力 現在真的很熱 一出到去都32-33度 大家都可以去泳池 或者海灘游水 做水水活動 潛水 這些潛水錶 真是大派用場 而且我最喜歡就是潛水錶 不會太大隻 變成你隨便帶的時候 游水潛水又非常方便 但同一時間你其實上班、約人、飲食 其實都沒有違和感 所以這些手錶就是我最喜歡的潛水錶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